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虐狗情人节 论单身狗如何度过一个完美的情人节 那就是在家里看我们的越脆越开心 本期嘉宾邀请到的是 阔别这个舞台许久的舞翼和王月鑫 首先出场的舞翼依旧是蠢萌蠢的 你一个人啊 你什么意思吧 我一定也是一个人的 对啊所以我来陪你了 来陪我了 欢迎舞翼 你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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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 对单身狗的舞翼感情生活也是粉丝们关心的一大问题 当问到要不要谈恋爱的时候 可爱的粉丝宝宝也是真爱呀 马可跟你说我还单不在谈爱咯 你给他讲的意见才好 我爱你找个女朋友 我就觉得要跟他好的一个朋友 然后跟他在一起要生一个 很萌萌的或者愿萌的小北 还有我们舞翼自报自己是什么样的男朋友后 粉丝宝宝们你们真的舍得他跟别人谈恋爱吗 我觉得我一天真花心 思的男朋友 花心思 对 而且应该是会这个很体贴的男朋友 对 反正什么死好就往我身上贴了 总是人心要做一个完美 嗯 再次回到月侧舞台的月心滴 也是一改往日小男生形象霸气十足的登场 不过你怎么拉着别人家老婆就来了呢 我是月心滴 我回来了 飞速结婚生死的月心可谓是人生赢家 美丽的老婆也来到现场大爆了猛亮 第一次跟他约会的时候 他在苏喜的酒吧里 苏喜的酒吧 那个二楼啊 上面二十多个女生 就他一个男孩 然后我一上去 他就说 这是我媳妇 跟你们说 这是我女朋友 什么样的 然后一瞬间就觉得 哎呀 这个虚荣心 就是抱着乱 能跟这么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组成一个家庭 想必是极其幸福的 更多精彩内容就请锁定 2月14号晚21点50 湖南京市的月策月开心吧 还有每周日21点50 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欢声笑语哦 芒果老星完 人生赢家可不是随便就能当的呀 报道 芒果老星完